今天我要 因为是 复活节 所以我讲一个题目叫做 过出 复活的生命 弟兄姐妹 主耶稣有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基督复活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让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早上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脸上没有什么笑容 像很多忧愁 好像还没有复活的样子 我想复活耶稣的复活是 历史中一个 不需要争辩的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 作为他的门徒 相信他的人 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耶稣的复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我今天 选了两节的经文 是在罗马书第六章 第四节 我们也从来念 所以 我们借助其力归入使 和他一同买仗 原始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压制 向基督借助 从此与祖父的同书 从此与父母互一样 我们若在他的身上上 与祂面和 也要在他 那保罗显然是从这段经文 尤其是对罗马教会的信徒 讲到耶稣基督复活 对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耶稣的复活 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我想耶稣基督复活 至少在两方面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复活 使我们的生命更新 第二个耶稣的复活 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我想基督徒跟还没有认识 耶稣的人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的生命 进入一种更新的过程 第二就是我们 有一个永远的目标 知道我们的生命 不是暂时的 那是永远的 所以复活是在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同时也改变我们对整个世界观 与人生观的一个彻底的不同 所以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我们应该天天去想的 或是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去想的 那就是我们当如何在今生 破除复活的生命 然后把基督复活的生命 能够表现出来 这是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所以我们也被他复活的大门改变了 那依旧这个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思想形态 还有我们对整个人生的看法 是应该有个彻底的不同 那复活节刚好是在春天 尤其是在北方的春天 那春天刚刚临到加州 那我上个礼拜在东安的时候 还在下雪 所以他们的春天 不像我们的春天那么早来 但是你在加州 现在就很容易看见 这些花在开放 迎春花是很快就出来了 然后其他的花朵也出来了 那草也开始绿 象征了生命的一种更新 还有从实力复活这种表现 那教会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 就是马丁路德 他说神把 复活的应许 不单写在圣经上 也写在春天的每一片 叶子和花朵上 所以我不需要说 从圣经才看见 复活的一种现象 那从这个春天的花草 我们都可以看见 神已经把这个复活的能力 放在他的创造里面 所以这一些都可以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命有点像春天的花草 建立一种更新 而这种更新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还是靠着上帝创造的大人 所以神可以使花草更新 但是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更新 好像从实力复活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 他的死 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是他的活 让我们理解 他把生命暗示在这个世界 以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保罗其实在这个经文的上面 他有特别的讲到 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过那种生活 就是世人的生命 我们生活在罪中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是理所当然 我们犯错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在那种思想心态 来行为的一种罪而当中 所以圣经称我们为罪人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受死 把我们所罪而中拯救出来 他的复活 就把我们带进一种 离开罪恶 进入一种叫做生命更新的过程 所以实在来说 目前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我今天认识你 这个叫做回转 从世界从自我 从自我回转认识这位神 而因为认识神的缘故 我们就开始知道 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 实在是不符合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就开始改变 我们的生活形态 承认 说谎是不对的 欺骗也是不对的 还有做许多事情 都是圣经所谓的犯罪 都是不对的 我们承认他 我们这个叫做认罪 但是认罪 并不能够感觉我们 有一个人常常 我们听见你说 对不起我错了 那这种认错是很好 但是如果认错 如果没有悔改的话 因为过三天 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像小孩子一样 爸爸妈妈我错了 但是他社会没有改变 同样的错一直重复 那种是没有改变的认识 但是耶稣基督 误活帮带进一个 促使我们愿意悔改 什么是悔改呢 就进入一种叫做 改变自己的一个过程 这个叫忏悔 confession 不但知道自己错 同时也认识这一位神 是他要我们去改变的 认识这个神 这个叫做confession 叫做悔改 rependence 那这个悔改 就把我们带到一个 叫做更新的 renewal 一个复兴的过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一个基督徒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你发现我们的生命 就停顿 沉淀在一个从前的基督上 对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 很清楚对他们说 他说绝对不可生活在罪恶当中 基督徒会生活在罪恶当中吗 肯定会 因为我们原本是罪人 所以生活在罪恶当中 是不需要教的 因为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人 同时我们所行所想所讲 所做的 就是那一套所谓罪恶的脱事 若是没有感进的话 我们就停留在这个所谓罪恶当中 所以保罗说绝对不可以 继续生活在罪恶当中 他说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认在罪中吗 叫恩典显著 意思说我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保持现状 不去改变 然后得罪神 得罪人的时候 我们就寻求别人原谅 赦免莫免 对不起别人 对不起我们的妻子 对不起我们的丈夫 对不起教会的弟兄姐妹 只要别人原谅我 这个问题就好像解决 但是保罗说不可以 叫恩典显著吗 有时候我们很惊讶 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饶恕是很大的 我们得罪他他就饶恕我们 我们发现我们神 只要我们求他 他还是可以饶恕我们 彼得问过这个问题吗 如果别人得罪我应该饶恕他几次 是主要是教的 你不要说欺识 你要说欺识的欺识 要说饶恕本身是没有限度 有限度都不叫饶恕 那保罗说我们怎么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不去改变自己 那他断乎不可 绝对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跟在罪中活动 所以那个最后一个是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回答的 假设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 我们怎么可以在罪里继续生活呢 所以意思是说一个死人不能在尸体里继续存在 这个是反逻辑 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现状 必须有所改变 进入一种叫做新生的样式 那生命的改变 我觉得一个人信主做基督徒 绝对是金钱买不到的 就是我们在本事上完全的更新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行善 希望有所改变 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是修改自己 而是彻底跟你换心 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他说没有人把心部盒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捧上的心部败坏了 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心酒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心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就都坏了 唯有把心酒装在旧皮带里 那我们的生命不是靠修改的 也不是靠操练 我们生命必须被主完全的更新 然后放在一个新的一个本质上 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我不能改变 我们不能改变是因为我们想的 自己的生命里头都改修改 没有彻底的把自己交给上帝 让这个心酒装在旧皮带里 这样的道理 真的很重要 如果不明白我们生命就不成长 所以在谈到新生命的时候 保罗不是用这种莫灵良德的方式来表达 什么叫做新生命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没有说你就是装修过的人 我们很会装修 房子不好就装修个厕所 然后厨房不好就换一个厨房 那种叫做装修 但是保罗不是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就是以锅和鲁变成 不是新旧的混合 我们做基督徒最灰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新旧混合 看起来又不新 看起来又不旧 今天是旧明天又新 那有时候人家就认不出 我们到底跟世人有什么不同 那他在保罗在这一节节目里头 起到一个很关键的思想 他说不要笑话 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们基督徒 处在一个叫做中间地带 那我们是活在世界里头 但是我们又活在基督里头 所以意思是说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些选择 都可以落在这边或者那一边 那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清楚 连我是神也都不清楚 也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能力 那我们随时就被这个世界拖来拖去 那保罗说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什么笑话就是说不要恐慌 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塑造成另一类 因为我们是从世界出来的 所以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很容易 因为从前一切在世界所做的 都是我曾经做过习惯的 所以要回到这个习惯的系统里头 那是很容易的 那保罗说不要这样 不要笑话 那不笑话那怎么办呢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什么是更新而变化 这个希腊文字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他们叫做metamorphosis 那你念这个生物学的时候 这个metamorphosis就是讲到 这个虫怎么样转变成蝴蝶那种改变 叫metamorphosis 所以讲到彻底的改变 这个虫变蝴蝶是一个 一个一个想不到一个过程 我从怎么成为蝴蝶呢 那我这个人 旧人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新人 同样难以想到 但是完全是靠着上帝 基督复活的大能 使我们可以变 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变化 保罗也提到 他说 所以我们不尚感外体 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命运 入体会逐渐死亡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经历复活的能力 而耶稣基督的复活 第一当然带给我们生命 这里的更新 第二 他带给我们叫做 一种永生的盼望 还有将来我们要复活 不过改变我们 对整个人生的理解跟看法 一个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死亡是很可怕 有些理性主义者 就认为说死就是结束了 人死像图示所说 人死如灯灭 灯一灭什么都没有了 不要去想太多 反正人死一死 一切都灭没了 你不要相信你的思想 因为这个不是人生 不信的人都知道将来 生命离开这个世界 还是有永生的 传道书 很值得我们看 因为它是从彻底的角度来 教我们面对人生所有的问题 前才是虚空的 在世界上的牢独也是虚空的 其中一个他提到 死亡本身也把我们 避在一个虚空的一个事实里面 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 受也遭遇 受遭遇的都是一样 这个怎么使 那个也怎么使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以受 都是虚空 都归一出 都市处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那传道者说 其实这个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呢 那人跟狮子有什么不同 看起来是有很多不同 因为至少人说我比你聪明 但是狮子说你没有什么聪明 因为我跑得比你快 所以你不要碰上狮子 碰上狮子你就落在他的手中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一样的事情 是绝对大家都一样的 基督徒会死亡 狮子也会死啊 其实我们发现 狗啊 如果你在养狗 只是一般的狗 大概13到15年就会死亡 我住在Laguna Wood 我发现狗比人还多 每个老人家 因为很多是单身 有一些一只狗 有些两只狗 有些三只狗 我家里一只都没有 因为我有个太太足够了 我发现狗 我发现他们面对一个打击 像我的邻居 不久前他的老狗死了 他蛮伤心的 有些老人家因为狗死了 受不了自己也跟做死也有 你说人比狗强啊 因为我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九十岁 甚至一百岁 但是狗十五年 那你不要夸狗啊 因为那个乌龟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活到三百 有些乌龟给我 你活到三百岁 那参照书说 其实一谈到死亡 不管是人或者兽 全部都是一样 所有的夸口 死亡叫你禁止 你所赚的钱 死亡告诉你 一分都不能够拿 你买了很多的房子 死亡告诉你 你没有机会住在那里 你处于成土的 都归于成土 所以谈到死亡这个事情 是很怕人的一个事情 你不能想死 一想死的话 半夜就睡不着 有些人因为想到太多 结果也死了 虽然是人都要归回成土 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需要了解圣经 才明白这个道理 在古埃及那些法老 就是我们讲的圣经时代的法老 也法老是很多的 其实在主大里 那这个法老他死的时候 他一定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建造一个坟墓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得好好 然后用许多金银财宝 很多他认为他很喜欢的东西 全部都一起埋葬起来 然后在一个地方 山里是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怕人家去偷这些宝物 为什么他们做这个 因为他们知道 保护自己的身体 免得他腐化 因为有一天 他可以从事里护活 木乃鱼 不是因为保健的颜护 木乃鱼乃鱼 是因为他相信将来拥有神 那生命不是 不知道不是一个据点啊 死亡不是一个据点 死亡是一个 什么什么时候人会想死亡呢 如果你很健康的时候 不太会想死亡 那圣经里头想死亡 最多的是月佛 月佛也不是天天想死亡的 因为尤其在第一章 你看见他生活很好 常常有机会敬拜神 也给儿女办这个生日 这个聚会 他不会想到死亡 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 就发现月佛被逼到一个角落 他必须面对死亡的问题 死是随时的临到我们的 我最近两三个礼拜前才跟一个姐妹 举行她的最四礼拜 一年前她是讨好好的 但是在额短两个月的时间 健康一直衰落 最后最后就死了 还很年轻 不是很好的 来得太快 我们根本就没有预备 她藏族也没有预备 她的儿女也没有预备 所有认识她的人也没有预备 一个爱有尽情的姐妹 短短两个月当中她的生命就结束 但是有机会去思想死亡是一种福气 有些人还来不及就死了 那月佛在受苦里头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会死的 因为他这些儿女都死了 十个不是一个 哪一个人可以经历自己十个孩子 孩子都在短期就死亡 而你还可以活下去的人 世界上我想不到人是岳父 我看过有些父母 一个孩子死了 他都不能活下去 但是岳父就想到 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但是后面的 他的话是很重要的 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 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 那人生是征战 人生是battle 我们天天都在征战 在奋斗 在艰难的日子里头 但是如果只是征战成为我们生命的命运 那就很可怜 因为天天在挣扎 在打斗 又没有平安 这样的日子真的很难过 但是岳父在这众多苦难里头 他看到一个盼望 就是说 等我被释放的时候 然后来到 这个释放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这个西伯来文叫做 Halipah这个字 你可以做更新或者改变 意思说虽然苦难是一个事实 也不是说 但是我相信必定有改变 而这个改变不是变坏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变坏的改变 这这个是我们的信心 如果你今天面对问题 你有困难 你有身边 你什么 不要认为说 我的情况是肯定越来越糟 我们一定要在主里头相信 我目前的困境 会越来越好 这个叫信心 在神里的信心 是不是盲从的信心 这是叶博所讲的释放 在中文翻译释放 这个字很难翻 但是也可以翻到更新或者改变 意思说我现在虽然受苦 但是又会改变 有突破 会有更好 那在越伯的辩论里头 其中他有四个朋友 那前面三个蛮刺激他的 因为他们那三个朋友 讲的每一句话 越伯都觉得对他很刺激 但是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有时候会讲一些话 倒是蛮鼓励性的 那这一句话 他也是从这个角度跟越伯说 神救赎我的灵魂 灭入深坑 我的生命也一见光 神两次三次向人行最确的事 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耀 比活人一样 而这句话以利福讲 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他是看见了 生命以外还有一种生命 而这个生命是来自神的 因为人会死 灵魂入深坑 就是人死亡的意思 但是上帝那个拯救 所以当我们每次讲到 上帝的拯救的时候 我们讲到神称底 redeeming deliver我们从这个罪恶 从这些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所有的上帝的拯救 都是第一 罪的生命 第二 生命完全的改变 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 不可以生活在罪中 就是这个缘故 我的生命也一见光 在岳佛记 其实是蛮黑暗的 如果你进入看见他们谈 因为岳佛的苦难 他谈的课题 有一些是蛮消沉的 一些是阴暗的一些体育 尤其对岳佛来说 在苦难里头 有什么盼望呢 而且他一直在 没有办法去明白 就是说像我这样一个尽全人 为什么苦难连到我的身体 所以就必须他去想 在复制 在生命的丰富以外 是不是有更大的我们的依靠 因为我们世人都把所有的依靠 放在我有多少钱财 我的工作有什么表现 我的房子都舒服 还有我的儿女 将来他们的全主命运 我们所有的意念 已经心都摆在这几样东西上 我们要小心 因为这些都是战死的 我们不可以把一些 比较永恒的一些事情 投放在那些很战死的基础上 就是耶稣讲 不要把房子造在沙子上 所以当岳佛逝去 所有这些所谓财富孩儿女的时候 他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 所以他就把这个心转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对象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助主 我说末了必站在地上 我这疲惑灭绝之后 必在入体之外看见死 所以苦难把岳佛追到一个境界 是平常我们很少去愿意想的 就是生命以外的事情 我们要活在生命以内的事情 关心生命以内的事情 以及世界的事情 但是越佛逝去罪欠的时候 他就开始进入一个 我看见我的救赎主 这个救赎主这个字 在西伯朗语叫做果要 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那什么叫救赎主呢 救赎主就是那一位 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的那一位 我们人生被捆绑的一个困境 就是这个世界了 这世界把我们困住了 极难把我们困住了 最而把我们困住了 我们自我把我们困住了 我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一个 但是越佛说 我看见这个救赎主 使他能够把我救发出来 使我进入一个更自由 更永恒的一个平台里头 他讲的救赎主是这一位 至弟各看法在聚会里头 是谈到复活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词句 谁是这个为复活主呢 那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 他谈到各样的课题 人关心什么呢 很多人关心就是我的病的医治 所以很多教学师就要医病 这个可以体会 因为生病也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希望病得医治 还有些人说 主啊我看不见你叫我看见 所以你给他看见 有些人有了健康啊 也能够看见 是不是问题就解决呢 没有啊 因为耶稣最后让他们看见一个就是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反活着信我的人并永远不死 你信就吧 你信吗 信不信弟兄姐妹 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啊 是越过所讲的 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视野 第一 有这个世界的视野 第二 我们可以看过这个世界的一个视野 看见我们那个永恒的神 永恒的生命 有些弟兄姐妹怕不怕是怕吗 怕吗 我讲了那么久你还是怕 我问过一些弟兄姐妹 我问她怕不怕 我自在为她们感谢上帝 因为她们的想法 她们的属灵成长已经到一个地步 已经越过这个世界对她们的分发 所以我们都会明白 推从保罗说 他讲到将来是更美的 就是这个缘故 因为他看死是更美的事情 人家是怕死怕得不得了 他不看死看作更美 那如果耶稣不活 那个死亡 对我们已经没有威胁 而且实在来说 这个世界 短暂的人生死亡 也不会影响我们多大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不是放在这个世界 是放在永恒里头 那为什么不放在世界呢 很简单啊 这个世界 顶多不是活到八九十岁嘛 就是要结束 那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世界呢 怎么可以把希望放在短暂的一种人生里头 你一定要看得见那个永恒 你一定要看得见那个永恒 你们不是要睡觉 那是要干得 因为之前耶稣在讲到的时候 比如说拉撒路死了 那他的姐姐说他什么 死了 耶稣说不是死了是什么 睡了 死跟睡是两回事哦 如果一天你到我家里来找我的时候 如果师母说刘牧师睡了 你就知道我在睡觉 如果他说刘牧师死了 那你就知道什么一回事 对不对 那个死跟睡是两回事进来的 那如果是死的话 我就很紧张打电话 给祝牧师要预备这个追思礼拜了 你说睡了 那不会是要打电话给谁 就说把我叫醒 反正因为睡我就 等下醒了就好了嘛 但是 这个拉撒路的家人就说 耶稣你来太迟了 因为他姐 死了 也说很假 他不是死了 他是 死跟睡 一个很大不同 因为死了就是死了嘛 你睡了会醒过来 你看为什么圣经不用死 这个字来描写我们的死亡 耶稣说睡了 那个很美喔 你想不想睡觉 我看见有些时候 我们讲到你都想睡了 晚上其实人生很矛盾的 一方面我们希望醒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你发现睡觉 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 对不对 睡觉很舒服啊 所以我们就九点八点十点就上床 最好是睡到下午三点那更舒服 睡觉很舒服 为什么 因为睡觉 给我们一种复兴 一种冲金得以的一个过程 而且他会睡过来 耶稣说 你在我里面你是睡的 但是如果你在我的外面 你是 在保罗说我们 不是独带睡觉 不是说睡睡睡睡睡睡到 我醒过来 因为保罗说你这个睡觉 睡下去 你在睡觉里头 虽然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你发现 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 哇 你觉得 我的精力复原 我的身体各有力量 我的心情各有好 这个叫做改变 而我们的盼望 是在将来 今生还有将来 都是我们的盼望 尤其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神的号推响 那在基督里 死的人都必先复 你相信吗 有两个批语 蛮有意思的 一个是墳墓 一个是虫 事实上的虫 那我们华人一看见墳墓 就知道这是完蛋的地方 跟死的地方 但是在圣经里头 他谈到墳墓的时候 他不认为这是人间最终的一个买将之处 他说这是一个转站 你知道这个地铁 不是把你送到一个大转站吗 然后从那边继续往前走 所以坟墓是一个转站来的 所以将来买坟墓 不必买太贵 因为这是转站 不必花太多钱 因为将来你也不在那边 因为你转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买便宜大概也好 第二个是虫 一般上这个是虫 虫子 如果虫 它死就是僵硬了 变成死虫 但是圣经 讲到有一种虫 它是会变成蝴蝶的 就是保罗讲的那个 心意更新而不变化 坟墓是我们人生转站 第二 要变成一个能够更新 有新生命的一条虫 跟神的恩典 与弟兄姐妹们同在 让我们过一个蛮有复活 主样式的一种生活 我们一种祷福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再次鼓励我们 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已经从实力复活 你也成为我们出手的国子 你要带领我们一个一个的 跟在你的后面 从今生一直走到永生 满有复活的生命的样式 奉耶稣的圣明 阿们